加息靴子落地,A股震荡反弹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发钩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在今天凌晨2点 美联储公布了7月利率决议 不出意外加息75个基点 受此影响 美股三大指数在尾盘大幅上涨 A股早盘也迎来了全面高开 但是今天A股的反弹却并不持续 在反弹到双敌紧线位的时候 出现了冲高回落 创业板甚至翻率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涨的板块 主要是半导体航天航空和机车领部件 其中半导体板块出现了大幅上涨 主要原因是受到外围市场 科技股的反弹带动 以及苹果等科技龙头股大涨的影响 航天航空作为军工的一个分支 目前来讲仍然在持续走高 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24分 两次的成交量超过了86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上一交易式 放量超过千亿 预计今天两次总成交量应该会在万亿左右 好,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我们又该如何操作 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上证指数正在进行区间筑底 并且完成了20探地之后在正当反弹 在今天五评的时候没讲到 目前来讲上证指数就面临着冲破双敌紧线 这么一个重要任务 当然在紧线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 大家可以看到上次的紧线位高点在3308点 那么今天大盘最高反弹到3305点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没有完成紧线位的突破 说明这个位置仍然还有压力 那么短期来讲大概率还会有一定的震荡期盘 具体的走势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30分钟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在近期已经完成了20探地 目前冲击紧线位失败 所以这个位置出现了回踩 不过在下方还有一个区间平台作为支撑 所以指数在3380点附近大概率能够获得支撑 然后再度展开反弹 总体来讲对于目前大盘的走势 我们仍然是看好反弹 只不过这个反弹的力度稍微偏弱 好指数分析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重点板块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板块 证券 证券板块的走势和大盘的走势高度气候 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也是冲击紧线位失败 然后出现了回落 不过目前来讲证券板块在前面有连续三天的震荡整理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强支撑 总体来讲目前证券板块处于一个超低低位 震荡反弹是大概率的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板块 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今天出现了放量大涨 好反弹但是目前到了关键的压力位 我们需要做一定的仓位控制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风能 风能板块目前总体走势是一个上涨趋势 但并且这种上涨趋势大概率还会延续 不过短期是处于相对的高位 并且在做区间震荡整理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缩量吸盘 下方我们主要注意20均线的支撑 上方注意前期高点的压力 并且这个震荡洗盘时间会稍微延续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军工 军工板块是近期我们五平当中提到比较多的一个板块 我们讲到这个板块在完成区间震荡整理之后 开始了突破 突破之后进行了一个回踩 并且正好是回踩到区间的顶部支撑 然后再度展开反弹 总体走势在越来越强势 并且在今天我们看见形成了一个跳空上涨 并且是一个光头阳线 这说明目前军工是短线的一个热点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不过目前的位置在经过三连扬之后 追涨风险稍微加大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不要去轻易追高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煤炭 煤炭板块在最近五平的时候我们提到 前面做的是一个三角形的整理 现在到了变盘选择方向的时候 通过今天的上涨以及mcd快慢线的一个金叉 很明显方向选择了向上 所以接下来煤炭板块我们看好反弹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个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